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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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户下已经建成了 接下来我们学习插入户 将光标放在网页中需要插入户的栏目 类置 比如我们停在这里 直接将我们的库拖动到这里 如果我们修改了库文件 或者是添加了一些字体 你的文件 保存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首先我们打开一个素材.html文件 选择菜单栏的文件 单击文件 并成为模板 站点 轻松 现成的站点 保存 确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选择是 此时在站点内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会自动生成一个template 文件夹 命名为suping code .twt文件 文件 将会日常保存在这个文件夹下 接下来 我们 我们在 塑造的 表格相机 弹出新的 网页 文件 新建 基本页 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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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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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拆栏 插入 模板 模板 对象 接着 我们在 模板对象中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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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编辑区 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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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而且 我们的模板 是不可以更改的 接下来 我们学习制作 空架网站 空架是网页中经常使用的 页面设计方式 空架的作用就是把网页 在一个浏览器窗口下 分割成几个不同的区域 实现在一个浏览器窗口中 显示多个HTML页面 使用框架可以非常方便的 完全导航工作 让网站的结构更加清晰 而且各个框架之间 绝不存在干扰问题 利用框架 最大的特点就是 使网站的风格一致 通常把一个网站 从页面中相同的部分 单独制作成一个页面 成为框架结构的一个 主框架的内容 可以整个网站使用 框架结构 一个框架结构 由两部分网站构成 框架和框架集 框架是浏览器窗口中的一个区域 它可以显示 与浏览器窗口的其余部分中 所显示内容无关的界面网页 框架集也是一个网页文件 它将一个窗口 通过行和列的方式 分割成多个框架 框架的多少 根据具体有多少网页来决定 每个框架中要显示的就是不同的网页 下面我们来学习创建框架 在创建框架集或使用框架前 通过选择 查看 可视化助理 创建框架 创建框架 接着我们创建框架按钮 在弹出的下来框栏中 选择页 选择顶部和线套的左侧框架 创建框架 盘出最后框架 这样我们可以设置 框架标签 5G功能主性 框架 框架标题 我们都可以修改 按据确定 以后 接着我们可以使用 鼠标直接从框架 左侧边缘和上边缘 向中间拖动 于是合适位置 我认为这样已经很合适了 这样顶部和线套的左侧框架 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学习鼠标拖动 创建框架 兴建 行业 HML 相机打开 将鼠标放到框架边上 出现双键头望标时 可以拖在框架边框 可以随移过水平封桌网面 我们可以向上 向左或向右 接着我们已经创建了框架 我们就要保存框架 每一个框架 每一个框架都有一个框架名称 所以用默认的框架名称 你可以在我们的属性面板修改名称 我们采用系统默认的框架名称 来设定我们的框架 来设定我们的框架名称 来设定我们的框架名称 虽然框架式网页把屏幕分割成几个窗口 每个框架中放置一个普通的网页 但是编辑框架式网页时 要把整个编辑窗口 当作一个网页来编辑 插入的网页元素位于哪个框架 就保存在哪个框架的网页中 框架的大小可以随意修改 如果我们想修改框架大小 处章选中扣动框架即可 删除框架 将我们的框架选中 扣动到负类框架边缘 即可删除框架 设置框架属性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选中框架 一旦区线 以及选中整个框架 需要注意的是 框架是不可以合并的 在创建链接时 要用到框架名称 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 每个框架配用了框架名 在框架中使用超链接时 我们要注意 目标的意义 blank 放在新窗口中 current 放到负框架集 或包含该链接的框架窗口中 self 放在相同框架中 top 放到整个浏览器窗口 并删除所有框架 在我们保存的 man frame flat frame 和top frame 的框架后 在目标的沙拉菜股栏中 还会出现这三个形象 下面我们来制作框架页面 首先我们在菜单栏中的窗口中 单击框架 单击框架 出现框架面板 由下图 在属性面板中 我们将行的值设为100 像素 天框颜色 随机选中的颜色即可 天框三度 颜色为1 是天框 接着 天框架 我们在打开框架的面板中 选中此框架极 接着我们将列的值设为200 三位为像素 天框三度 颜色为1 再放颜色 选择一个区分度 转发的颜色 下面我们来部 一个框架页面 首先 我们在套放在 中的空台处 点击一下 我们会看见 转档架口上方的文件名 已经改变了 我们单击这个的时候 是这个文件名 而我们单击上面的框架的时候 是这个文件名 在页面属性中 那我们的上下 下 左右边去 我们的路逻色为0 那你确定 首先 接着 我们插入一个表格 一行一列 宽度 宽度 盘分之百 确定 选中这个表格 将我们的高 设为100像度 接着 躲在人格的宽度 Ctrl 躲在人格 宽度 分为382 上速 接着 我们随机选择 一个背景 实践 接着 我们将鼠标 点击左侧的这个框架 我们会发现文件名 又随机改变了 接着 我们 在页面属性窗口中 将 上下左右边去都会为0 我们确定 插入 表格 一行 一列 这个时候 我们设置表格的宽度 来改变 1995 驱动对齐 我们确定 我们 将它 其中对齐 偶尔内齐方式 是其中对齐 接着 我们将高度 设为100像度 将第一个官员文化的高度 设为20像素 听说 用第一个单元格 高度 20 像素 其中其一单元格 选择 选择 50 就是像素 在我们单元格中 分别输入文字设计的导航栏目 输入 输入完了文字设计了导航栏目 接着我们分别对各个导航栏目建立链接关系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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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我们需要链接到的网页 选择 规定 这样 我们可以逐次设计一个欢迎界面 至此 我们完成一个矿oughs ọ 袋裏作 经过我们设计的模式 再直接接文字 和实践 调整 Um 我们的代表 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最终效果 MPF12 在浏览器工艺了 看 这就是我们做好的 模板的网站矿站的文字效果 是不是很清晰呢 我认为比较好的 矿量网站 比如MSN 它的笔线还有文字 结合得非常好 通标笔也是非常适合我们阅读的 建议大家去学习一下 采用这个网站的 评论模式 好了 关于Gen Level 8的基本 网页设计的知识 我们已经学完 谢谢大家的关注 与对网页基础的支持 本套课程结束